新庄涉带涉态农员 置身于新庄五谷工业区中 朝创期百般艰辛 因此在辛苦整顿一番后 又荒废了些许时间 最近重新召集农耕队学员 从头开始将农员好好整顿一番 从修剪树木 翻土整地 到维护农员植物 他们辛勤工作不畏利益 只希望农员能尽快步上轨道 那因为今天没办法搬 那就是我们今天有另外一区 就是丝瓜园区 因为后面那个新的 白贝特曼铺满的那个 宏价区啊 这样大家都把它整理出来 那我们今天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区 来做一些什么这样子 先把这个葱葱搬到外面去 把这里的土要先清一下 把这个挖一下 把这个桶从那边填 这里挖一条沟的索尘在那边去 这里是第一期的 最老的 有送菜班的时候 就是招了30个人 所以比较有能力 然后就是开始 一学期一学期就开花 一块地方一块地方 慢慢地再开花 对对对 所以跟我们刚来的时候 全部都是牧草 不是牧草 都是盲草啊 所以菜不太熟悉啊 后来来参加这个 种菜班以后再晓得 哦 菜应该要怎么种 什么时候种什么样的菜 再晓得 要不然同学有家里可能 用个保育笼随便乱种 时间不对 种的都不好 动工前农耕队的成员们 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 共同讨论如何整顿丝瓜园 经过一整个脚伤的努力 学员们将一部分荒废的地 整理为丝瓜园 并挖出一条沟足以除水养鱼 未来设大农园中的收成 希望能透过捐助弱势团体的方式 回馈给自然及社会 主要还是希望就是人 是往永续生活的方向迈进 那包括像之前我们可能有 配奏老师的探华课 那或者是也有方向课 那也有清探华课 那我们之后也会可能会有一些 举办一些工作坊 比如说像是懒懒工作坊 那我们也有邀请到 之后会有一位追踪师 来我们设它做演讲这样子 那主要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跟大自然相处的 不是只有 当然跟踪是一种方式 因为你是最直接跟它接触 那也有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学习种子和自然共同 或者是你可以用植物去做一些运用 那是真的使用到你的身体上面 最后的图案 这不是三个字 但是它招联络 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把 coraz也并不在 回来 我们今天天再来 我们今天